好 现在这个栅栏有问题 你会发现它其实都长得一样 每一个都长得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 Eleband Village Pack里面提供了几种栅栏 我们看看一种两种 三种四种栅栏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它随机出现这四种栅栏 让它构造出一个更加自然的栅栏 栅栏呢 好看一下这个怎么来实现 四种不同的 实际上就是让它随机来 这个地方我们设置 它有可能是1有可能是2有可能3有可能4 对不对 好如何让它来随机 我们来创建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它是什么呢 它是静态网格体 它是静态网格体 找到静态网格体 好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Fence Fence 但是呢我们给它加一个S 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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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将是一个树主 树主 好 我们之前接触到的变量都是单个 然后呢有一次实际上我们已经接触到树 但是我们没有自己创建 这样我来创建一个树主 什么叫树主呢 就是一堆栅树 我刚刚说我们想把这4个树蓝啊 4个树蓝全部放在一个变量里面 如何放啊就是放到树主里面 好我看一下怎么来 我们点一下编译保存 你会发现这个Fence 出来我们点加 点加 点加 它就可以出现4个了 看到没有 可以就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 好 你可以一次性把它加完 但还有更好的方式啊 我们先删掉这一个更好的方式 就是什么呢 点完一个以后 点这个拷贝 这样子呢 就可以很快速的我选第二个 看到没有 然后再拷贝 我又选第三个 我再拷贝 我选第四个 这样子更加方便选择 好 于是乎呢 这4个 它的锁引号为0123的方 方式 就可以让我来进行选择 好如何在这个地方来设置随机 产生一个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 获取 之前我说过 把宿主 如何获取宿主中的某一个元素 我们打一个get get 就可以将它拿出来 然后呢 这个是锁引号 我们刚刚这一个 宿主里面有0123 对不对 我们让它随机产生一个 不管是 不知道是0123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 我们让它随机 产生一个整数 随机产生一个整数 然后范围内随机整数 因为我们不能超过这个数了 所以呢 它最少是0 然后最大值是多少 我们做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直接输入一个3 因为它最大是3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呢 还有一个更加科学一点的办法 我们将这个分子 拖出来 有一个length 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 就是它的项目个数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它的 获取它的长度减去1 一定要减1 因为不减1的话 它就会超过它的边界了 因为 14个 但是我们最大的数值是3 所以这样子来 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 如果我们再往里面添加一个东西 这个段码代码 我们就不用改了 就更加方便一点 好 这个地方一定要能够看懂 为什么要这样子写 尽量少出现长数 尽量都用变量来代替 好 再连接到 我们产生的这一个 进去它问题 我们点一下边译 好 你会发现这样子就会有不同了 但是这三个挺奇怪 是吧 这三个挺奇怪 烂的差不多 所以我们尽量大量的 还是使用这一个好的 然后偶尔一两个烂的 好 这样子我们就随机产生了 你看每次拖动的时候 每次拖动的时候 它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布局 新的布局 这次拖动的时候 我们会放下 感谢观看